这种迪丽热巴粉丝后援会 十周年生日快乐 走啦 实在是小宝宝 你才爱 我为我 哈喽了大家 又是我 熟悉的我 过了十年后 的我 哦对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穿上了 这个后援会的衣服 然后还有一个黑色的 但是因为刚才还拍了几组 有写了这个照片 所以大家觉得 可能白色的话 上镜会更加 新车亮一些 所以就选了 白色的这套 来拍了几组照片 我刚才 其实有跟我的工作人员 讲说我第一次 录后援会的生日视频 应该是穿着一件 黑色的衣服 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 年纪的脸大不好意思 就是当时 说了好多话 要记得 我现在自己回想起来 因为我记得 我前一段时间 好像有刷到过那个视频 特别短的几秒钟的几句话 然后刚才大家再去找的时候 发现找不着了 因为可能真的有一点点时间 有一点点点头了 然后怎么说呢 嗯 我感觉 我感觉 你看我眼神一直往外瞅着 有点害羞 哪怕就是这十年来 录了很多的视频 录了很多的ID 或者说是 有一些采访 或者说面对镜头 是我每天的一个工作 但是其实要跟大家 录的时候 还是会很紧张 我现在也是毫无逻辑的 在说一些话 主要是 主要是很感谢大家 然后在这十年来 对我的支持 和对我的陪伴 我很相信就是 有很多粉丝说 可能这两年来吧 两三年来 两年 对差不多 这两年来 可能会 看起来会更加自信 然后 也比之前会更加的 回到以前的样子 嗯 其实 我之前有在一次采访里说到过 但是我不知道那段 有没有用的啊 就是 其实很多的力量 也确实是来自于粉丝 因为像以前的话 我 经常会看到 就是 可能让我不自信那些话 我会比较在意那些 以前的话 也不说在意吧 就是 以前会看到会比较多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 就是 粉丝的鼓励会更多 所以会让我 嗯 变得比以前更加开朗 会更加愿意把自己 能够变得开朗的事情 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希望 能够让大家也都 建立起自信心 因为 你们看呀 就是 你们都让我改变了 我相信 你们也有力量 让自己变得更好 嗯 所以说 我说有点多了 可能这视频 要有好几分钟 但是真的 就是很感谢大家 十年来的陪伴 嗯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 更加努力 虽然 有的时候会抓住方向 但是我希望 能够带着大家的 这份爱和支持 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 变得更好 嗯 这是发自内心的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 都能变得更好 因为我从很多粉丝 给我的信件里 能看到 嗯 很多人 他们以前 会有一些 困惑的时候啊 或者说是有 嗯 很迷茫的时候 但是 我看到大家对我说 就是因为 可能我的某一次采访 或者说是某一次 的几句话 就很简单的几句话 就能够让他们 重拾自信心 能够让他们去勇敢 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就会觉得 我会有这么大力量嘛 但是 反正你们给到我 这些力量的时候 会觉得会有的 每一个人的一句话 都会让对方 变得很自信 所以 所以很感谢大家 然后 在这里要祝大家 十岁生日快乐 啊十岁还是小宝宝 祝大家 十周年 啊 祝 我要官方的一下啊 祝敌力热八粉丝后援会 十周年 生日快乐 走 constantly 来了 祝敌 祝敌